智慧這兩個是第一件事情 就要做管理 管理的來源就要有數據 所以簡單的就是要有 氣象站的監測 把所有的陽光 空氣 土壤的部分 把它記錄下來 這個上面有太陽的輻射劑 有光照 有空氣的溫度 有空氣的濕度 還有降雨量 在這邊再轉的就是所謂的 風向跟風速 最重要的是還要有 用它來幹什麼呢 讓它來記錄作物的生長的情況 在我們的照相機的旋轉角度 其中一個角度 可以拍到的地方呢 先微微的黏上去 今天早上8點拍 明天早上8點也會拍 今天看1隻 明天看2隻 後天看20隻 那就要幹嘛 就要做防製的工作 透過我們的氣象站的旋轉照相機 加上這個黏沖板 就可以做 從害的監測的情況囉 再繼續往下看下去 有什麼呢 有我們的這個感測器 叫做 仿生夜面溫濕度 它也是唯一 我們在監測領域裡面 可以看得到 露水的感測器 另外再往下看下去 其實還有一條線 一路延伸到了 我們的這個蜘蛛的底層 土壤的感測器 埋造了根部 下面大概是3公分到5公分的地方 它隨時的在幫我們測量 土壤的水分 土壤的溫度 還有土壤的電導度 其中呢 當然就是水分 就是跟關係到 每天灌溉的這個虛水的水量 那電導度呢 在測量的就是 茶宿呢 把肥料用掉的程度 或是說 因為下雨流失掉的程度 就可以幫助你去知道 什麼時候更適合去施肥 噢 虛擰